老去后,可以选择主动结束生命,会是一种幸福吗? 在虚构的近未来,日本推出了一项名为七五计划的法案 该法案赋予了75岁以上老人主动结束生命的权利 相关机构会为报名该计划的老人提供临终关怀 电容包括可供随意支配的10万日元,免费的公共墓地 以及人生最后几天的吃喝游玩等 除年龄限制外,该计划无任何门槛 既不需要健康检查,也无需征得家人或医生的同意 老人们拥有绝对自主选择的权利 78岁的美智子就是这项计划的目标人群 他无儿无女,单身独居,靠在酒店做保洁维持生计 一同在酒店做工的还有另外三位老人 大家各有境遇,但眼下都是独自过活 体检时,同时倒子探着气念道说 来这种地方总让人觉得好不自在 搞得像我们想要长命百岁似的 是啊,美智子无奈笑道 长命百岁,还真是一个值得人羞耻的愿望呢 医院走廊里,老人们沉默地坐着 一个年纪相仿的阿姨出现在电视中 她用温柔的声音,向同龄人推广着气舞计划 人无法选择出生,但如果可以决定生命如何结束的话 也会让我感到安心 她以自己的方式过着美好的生活 离开之后,人们会如此评价我 接着是城市化的广告词 每只子低着头,举促的像是在经受着某种拷问 一个老人愤怒起身,拔掉了电源 众人才露出些许轻松的笑意来 做完体检后,老人们一同去唱了卡拉OK 年轻时的歌谣依旧令人陶醉 但眼下的现实,却已无多少浪漫可言 一曲重量,大家议论起七五计划的白金服务来 两天一夜豪华套餐 温泉,游泳池,美容院,有关美好生活的设施 一应俱全 最后,在家人的环绕下 面带着微笑离开着世界 想想也没什么不好的 可我还是宁愿在家中死去 老人冷冷说道 我之前也是这样认为的 不过这一天迟早都会来 想想是为了孙儿呗 就会觉得自己必须要去考虑了 如果是为了我的孙子 那我愿意 两位老人终是达成了一致意见 而一旁的美之子和盗子 却陷入沉默中 美之子孤身一人 盗子虽有个女儿 却也以多年为联络 就算和孩子们一同生活 也还是会觉得孤单 人生就是无尽的孤单呀 美之子喃喃说道 盗子关掉了电视 今晚有人陪伴 他暂时不需要闪烁的灯光 提供威胁与安全感 陪案中 美之子转过头 握住了盗子的手 老如枯木 无知可疑 机构也在想尽一切办法 让老年人参加切舞计划 一个名叫阿阔的年轻人 是机构的工作人员 他总是很忙碌 公园里的长椅 被安装上了扶手 表面上属于爱心工程 其实是为了防止流浪汉在此过夜 傍晚阿阔又转去了 就几餐发放出 故事只是机构吸引流浪老人的 一种手段 热粥捧在手中 器武计划的广告牌随风招展 若有老人上前咨询 年轻人会耐心解答疑惑 此时 人群中的一个身影 吸引了阿阔的目光 那是他多年未见的叔叔 看着沟楼的背影 他一时不知该做何反应 不久后 叔叔便来报名了器武计划 面对阿阔的低声寒暄 他神情恍惚 自有很多情绪在心中翻滚 但最终 还是平静地出了那张神情表 叔叔是75岁生日当天来报名的 阿阔都没放在心上 两人已有20多年未见过 父亲的葬礼 他都未敢来参加 但阿阔还是不被允许 负责叔叔的申请 数指数三等亲 机构有明文规定 员工不能处理 亲属相关的事物 另一边 梅之子的日子如常向前走着 摩天工作时 卫生间骤人传来 哗哗的流水声 道子晕倒了 这没什么可意外的 而酒店精准把握时机 果断辞掉了四位老人 理由是 有人投诉酒店强迫老人工作 但这只是借口罢了 他们真正担心的是 有老人死在这 会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尽管有着许多不情愿 两位同事还是做好了 随儿女一道生活的打算 而梅之子无情无故 唯有另谋生计 离开前 她好好擦拭了 员工储物柜 然后低头说了声谢谢 作为最后的告别 78岁的梅之子 就这样失去了 赖以活口的工作 而活不单行的是 自己居住的地方 也要被拆除了 归家后 梅之子给道子打去了电话 这是她唯一能求助的对象 只是电话并未接通 第二日 她早早赶去了房屋介绍所 却发现没有人愿意 将房子租给一位 78岁的失业老人 房屋中借鉴于她 去领取社会福利津贴 而她依旧固执地 想要自食其力 但谈何容易呢 网吧中 梅之子费力搜索着工作信息 电脑出了故障 她只能向年轻人求助 却不想高估了 社会对于老年人的耐心 要怎么办才好呢 归家后 她给老友打去了电话 之前朋友曾抱怨 不想照顾孙子 梅之子试探着 想要接下这份工作 而对方自已改了主意 也是呀 这世上还有比照顾孙儿 更适合老人的工作吗 最终 无路可走的梅之子 去做了交通指挥员 闪烁的霓虹下 一个老人蜷缩于喊风中 她想自食其力 却无人信任她 在给盗子打去电话时 依旧无人接听 不放心的梅之子 匆匆赶了过去 盗子的院门没锁 钥匙正插在房门上 屋内电视开得很大声 坦言望去 一个背影正安静地趴在那里 盗子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 悄无声息 无人关注 不久后 阿阔去看望了叔叔 长焦的街巷中 叔叔正公邀福贝 捡食着垃圾 播放着欢快而搁的 没有贩卖车使过 硬衬的那抹背影 欲显落寞 叔叔居住的房间内 几乎无任何家具 被随意摆在角落里的现学证 是他过往生活的证明 叔叔曾是一个建筑工人 在日本高速发展的年代里 到处都在造桥铺路 大搞建设 他就这样走遍了全国 没到一处叔叔都会献血 这原是最好的风险凭证 而现在一张电子卡片 代替了所有的证书 过去的事总让人不胜唏嘘 父亲早时 母亲在家 已是很久远的记忆 叔叔算是阿阔唯一的亲人了 只是如今 他也要在时代裹挟下 行将就木 电视机中的温柔女生 再次响起 七五计划实施三年 催生了一系列的私营产业 并实现了约一兆日元的创收 机构正在考虑 在未来十年内 将计划门槛降至65岁 专家认为 老龄化严重的日本 已渐渐看到了曙光 肖像里 阿阔同叔叔挥手告别 转身走入黑暗中 实在走投无路的梅志子 决定去领取社会福利津贴 但当他怀着愧疑走入大厅时 却看到 本日结束受理的公告 走廊中 梅志子孤独地坐着 宛如一片枯叶 夜晚来临时 就几处再次排起了长队 恍惚间 一碗热粥被递到了眼前 抬头是那个名叫阿阔的年轻人 苏梅平生之人 终该有一碗热汤的关怀 最终 梅志子报名了七五计划 如此选择 不得不做 很快电话响起 一个温柔的女生传来 对方是七五计划的工作人员 接下来的这段时日 会有专人定期打来电话 进行心灵抚慰 且机构还开通了24小时热线 老人有任何的不安 都可以随时联络 还真是人性化的服务呀 之后的通话中 梅志子对听筒那头的年轻女孩 说起了许多往事 她因报办婚姻 嫁给了第一任丈夫 对方家人寂静苛刻冷书 只把她当庸人使唤 后来孩子夭折 她再也无法忍受 选择了逃走 正当沉浸在回忆中时 规定的15分钟通话到时 原本两人相约下周五继续 梅志子却在此时提出了一个请求 她想和女孩见上一面 这是违反规定的 机构怕老人会产生情感上的依赖 改变心意 因此严禁工作人员 与报名者私下见面 但这个名叫成功的女孩 还是答应了梅志子的请求 处处相见 梅志子掏了一些钱出来 她从机构领取了10万日元 如今却不知该如何花费 就这样 一个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老人 一个开朗中略带些羞涩的年轻人 共同度过了一个无比寻常的午后 冰金灵中有曾经恋人的味道 网铃球滚动着青春的气息 梅志子随又找回了生命本该有的火力 另一边 阿阔依旧在为七五计划而忙碌着 有人抗议 她也只是沉默着忍受 公司中 她不停打着电话 联系能处理老人遗体的机构 而当询问起通讯录中的某家公司时 上司却一脸的讳莫如深 下班后 她好奇查了这家公司的简介 垃圾甜美厂服务公司 主要处理工业废料 而业务范围一栏中 动物遗体和骨灰赫然在裂 她突然意识到了一个无比残酷的事实 无情无故的老人们的遗体 最终会去向哪里呢 这是一个秘密 为了守住这个秘密 机构专门雇佣了一批外籍员工 菲律宾劳工玛丽亚就是其中一员 玛丽亚原本在养老院工作 薪资一般 但足够生活 但远在家乡的女儿患了病 急去丑措手术费用 她不得不去挣更多的钱 在朋友的介绍下 玛丽亚进入了一家机构 工作同样与老人有关 薪资却是养老院的两到三倍 失交到孤立大楼中 玛丽亚被告知要去照顾无情无故的老人 说是照顾 其实主要是整理老人们留下的遗物 这里禁止攀谈 多数时候 员工只是如机器人般低头忙碌着 年长的同事 从遗物堆里寻得一副眼镜 戴在了自己脸上 而后又将一块手表递给了玛丽亚 玛丽亚不愿接受 同事却用声色的英语告诉她 死去的人用不到了 你用了 这就不是垃圾了 对大家都好 玛丽亚接过手表 轻轻擦拭了几下 放入了口袋中 别忘了这些死去的人 同事最后低声提醒她 美之子即将走入 七五计划的最后流程 成功悲弃地提醒她 如果改变了心意 随时可以终止协议 只是人生至此 已无改变的空间 明日离家时 无需再关上房门 机构的人会去进行最后的确认 而后将房子交还给房东 每次与你说话 我都觉得好开心 你愿意花时间 听一个老太婆老的 真的非常感谢 那么再见了 隔着听通 美之子深深举着工 挂断服务电话后 成功含着眼泪 用自己的手机 拨打了老人的号码 只是已无人应答 美之子一生要强 努力保持着生活的体面 而现在 她要独自体面地 走向人生的终点 晚饭时 主管正用温柔的声音 进行着新员工的培训 对于中途想要放弃的人 要寻寻善用 没有人是因为喜欢死亡 才选择赴死的 我们要想用护之所想 让他们对这个世界 不再有牵挂 以平静地走向另一段旅程 厂工渐渐意识到 自己的工作意味着什么 她转头看向我们 似警醒 也似结问 第二日黎明时分 美之子早早起床 收拾好了自己 推开窗子 满眼青葱 不知冬天再度到来时 会是怎样一副景象 走向终点的路上 弯耍着的孩子 同他开心打着招呼 而他也带着笑意挥了挥手 万物生长 随即衰败 大概就是生命 最残酷的真相吧 今天也是阿阔叔叔的 最后一天 他同样穿上了 体面的衣服 上车 阿阔提醒 接上安全带 叔叔照做 这是当代社会 不得不遵守的规则 即使是在赴死前期 汽车轧无声息地行驶着 映如老人平静的面旁 中途 两人在一家小店 吃了巧卖面 阿阔要了杯酒 而一向失酒的叔叔 却被轻易贯罪 你父亲一定很生我的气吧 不 他一直很想你 一家人 连声音都有几分相像 但此刻 却别无他话 阿阔低着头 不敢告别 叔叔就这样 一个人慢慢走去了终点 去车离开的路上 阿阔神情恍惚 像在想着什么 最终 他掉转了车头 垃圾甜卖场 不该是亲人 结束生命的地方 另一边 美之子已开始了 最后的流程 一个温柔的女生提醒说 要放轻松 慢慢呼吸 然后就会安静地沉睡过去 此时 电话声响起 设备出了故障 女生依旧不急不许回应着 美之子转过头 隔步那边 阿阔的叔叔已渐渐迷离 风袭之中 两个老人沉默着对视 一个声明 就这样悄无声息地 消失在了眼前 气喘吹吹吹赶来的阿阔 第一次看到了一张张病床上 平静躺着的老人 他们冰冷 孤独 就像漂浮于海面的一座座冰山 转角处 他看到美之子正坐在床边 片刻的对望中 也许还有着 那一碗热汤的余温 叔叔已没了声息 阿阔还是挣扎着 想要将他带出厂房 正在工作的玛利亚 恰好看到了眼前一幕 他没有呼喊 而是选择协助阿阔 带老人离开 再见 先生 玛利亚轻声说道 夜幕降临 床位再次变得空大 整理一屋时 玛利亚发现了一叠钞票 应该有十万日远吧 眼长的同事望了他一眼 而后转过头去 好似什么也没有看到 汽车上 阿阔急匆匆地联系着火葬服务 关于葬礼 他什么都没准备 却不想让叔叔 消失于垃圾堆里 半天雨雪之中 车子一路急尺着 身后警笛声响起 阿阔神情紧张地降下了车窗 简单地询问后 警察转身去确认信息 玉刷机来来回回地动着 眼前却始终 白茫茫一片 真感情 阿阔转过头 看向身旁平静暗睡的叔叔 眼中流露出心安的体恤 与宽慰来 天气很快放晴 玛利亚踩着脚踏车 走在老贵家的路上 十万日远不算多 但与远在故乡的孩子 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吧 而另一边 梅之子也气喘吁吁地逃了出来 再回头看一眼 此处的确不适合与人生作别 敲头上 夕阳穿过云层 张摇着脸庞 落日即将追下山头 余晖却依旧在不停歇地散发着光亮 梅之子再度哼起了年轻时的歌谣 人生终有节止日 但期限未定时 即使泥足深陷 也要接着走下去呀 岁月自珍 又名七五计划 一则让人不寒而栗 又很难不将自己带入其中的当代语言 影片最触动我的细节是 梅之子在即将迎来生命的终点时 依旧会将屋子收拾干净 将毛巾一丝不苟地挂于置物架上 看一生勤劳自尊 努力维持着自身生活的体面与独立 到头来 却依旧毫无意外 被滚滚向前的红代叙事所抛弃 人老了 难道就要被弃之如碧驴吗 即使满头白发的他 还想着继续参与社会生产 靠自己的辛勤劳动 却获取微不足道的生存资源 但新的叙事 却以一种礼貌的 甚至略带温情的方式 将他拒之门外 这也是七五计划的嫌恶之处 他被冠以奉剑之名 又被包裹得如此美好明亮 充满关怀 且完全尊重个体意志 但背后却写满了功力 强迫 与一个个老去之人的走投无路 所以一开始 三个为机构工作的年轻人 均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投身其中 他们对实际参与的事物一知半解 甚至被某些虚无的观念所迷惑 认可所作之事的意义 但随着工作的深入 年轻人们总会在某些时刻骤然醒悟 发觉自己努力为之工作的事业 是多么的残酷与反人性 当代社会愈发原则化 人们越来越像一座座孤岛漂浮起见 我想这也是导演 用三个独立视角叙事的原因 三个年轻人各自忙碌 一个老人走投无路 他们在同一方空间之中 却无法体察彼此是怎样一种存在 所谓绝缘社会 就是如此吧 人老去的悄无声息 所有朴素的情感 都被客套的问候 与周到的服务所包裹 影片结尾 美之子望着夕阳唱出年轻时的歌谣 而后转身离开镜头 继续生活 导演留下了看似光明的结局 他仔细想来 一切并无改变 困境犹在 老去的美之子 究竟能去向哪里呢 这大概是值得 每一个当代人 思考的问题吧 我是团九书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持续分享 关于日影的一切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